酿貨的工程車上事發前 載滿輪胎畫面狠狠打臉 李逸祥變稱的只是道場巡查 但載著這些輪胎到底有何目的 档土橋下一整片的輪胎 就是李逸祥要用來當作 緩衝防護所使用的 他案發當天似乎就是要來到工地 繼續工程 沒有想到卻尿成意外 那些輪胎 他放置在這裡 你說要防止什麼 從空拍照片看 整排的水泥牆 才是阻擋落石噴飛軌道的重點 但每個水泥支撐點下 卻堆滿輪胎 是因為剛完工 維持水泥完整嗎 但這樣的工法 看在專家眼裡 如同偷工減料 只是敷衍了事 他應該是有疊好給他拍照 但是沒有固定 拍照就踢倒了 那這樣算什麼 他根本不是專業 假使輪胎是為了固定水泥牆 一般工法得向賽車場防撞住 以輪胎堆疊成塔 支撐固定才能達到作用 像這樣軟堆 受力不均根本毫無作用 專家不留情的批評 因為不只工法粗糙 連工程的SOP 一般都會按照專業 來發包給各個工程單位 但這回異鄉工程 卻是借牌統包 專業性備受各級之意義 三零新聞交易前洪中翔 臺北花聯報道